像我們平常工作會到很晚嘛 我會說我今天可能會到很晚 或是我待會可能要去店裡 幫忙什麼之類 他就會一直瘋狂打電話給我 他就會一直狂摳狂摳 你是我嗎 對不對 就一直狂摳 然後也會打電話給我身邊的朋友 然後十二點的時候就說 在哪 要回來了嗎 我說晚一點 然後過了一點 在哪裡 要回來了嗎 今天全場第一次發言耶 對 那是因為那個 而且感覺情緒很濃耶 他... 很久了 他真的還沒講過一句話 他很有力氣 然後我就想說 我已經成年人了 我已經就是我要幹嘛 我就是對自己負責就好 你不用就是一直這樣管 長大了嘛 對 因為你要先睡的話 你可以先就是趕快睡覺 不用這麼著急的 就是一直等著我 而且林彈現在又開餐酒館 他又要去顧店 對 因為你有沒有喝醉酒回家 被媽媽看到過 有 她就說 妳又不會喝 然後 就開始生氣啊 然後什麼之類的 媽媽看到女兒喝醉一定會很氣的 對 會生氣啊 然後重點是 我媽媽就是 已經是媽媽了 她又是處女座 她就是希望我可能把棉被 一定要摺好 然後或者是我的牙膏 就是當冰嗎 就我牙膏一定要... 不是這個棉帶 還有人在摺棉被嗎 有... 它就是一定要摺好 然後或者是浴巾啊 洗完澡一定要把它攤開來 這是一定要的 我沒有耶 我就直接這樣掛著耶 可是妳有沒有摺開才不會發臭 對 它是要整個完全攤開來的 對... 然後或者是可能牙膏 它一定要從下面擠 因為我都會從中間擠 很擠的時候 妳就是一直很隨性的人 對 因為有時候可能工作會來不及 什麼的 然後它就會開始碎唸 然後我覺得有一次就是 拆包裹的時候 就是有時候可能會有一些公關品啊 或者是別人寄給我們的禮物 它就會 擅自的幫我拆包裹 我媽媽超愛 我媽也會 超愛 然後我就說 我所有信憲它都拆 對 連信也先拆 信有一些粉絲什麼的 它都拆 可是有時候我們是業配的東西 可能要有一個開箱的感覺 對 你不能先拆 然後我已經講過很多次 媽媽聽得懂開箱這件事嗎 他們是...你們是很喜歡開箱 我要補充一個 我媽做過一個很過分的事 不好意思 我補充一下 我媽很愛開箱嘛 我那時候去日本玩 買了很多那種日本零食 對 他也給我開箱喔 對 那就算了 後來有一次我去Paul哥 他那個新家露出 我就帶了一個日本 那邊一堆日本零食 我就帶去 新家露出 愉快要帶了 打開裡面是空的 我媽也去 我媽也去 他們吃完了 對 超丟臉 我跟各位說 這個是在節目上講了三次 你可是吃了耶 沒有講 那一次你媽吃完零食之後 還帶什麼雞進去嗎 他們就把它包回去 包在那邊 對 包回去 是好 真的 完全一樣 我被Paul哥笑三年耶 牙蠻太過分了吧 你家好友了啦 我不知道他要送人啊 我以為要買回來 我媽也是這樣講 我以為你要買給我吃的 可是我覺得你吃之前 可以先就是問一下 要先問或是跟我講 對 然後媽媽就會講說 那是幫你整理啊 不好意思啦 都夾掉啊 對啊 想說你只有我跟妳而已 就應該是給我吃的吧 但是被他騙你啊 對 所以妳談戀愛媽媽 會有干涉嗎 會耶 就是我可能 每次帶就是想要跟他分享一下 我交了男朋友 然後他就說 好 你好 你好 就笑你藏刀 然後等到男朋友走的時候 他就說 剛剛那個不行喔 我問他要吃什麼 他還真的給我點餐 這樣也不行 那等一下 你不能這樣 你不能這樣 為什麼要換點餐 那如果妳麻煩問我要點餐 我說不用... 這樣吃虧過關 我要回去 他又說你沒禮嗎 所以那個問是假的問 什麼應貴啊 你點餐是說 他要不要點Uber E 還是說媽媽要自己做 就是可能要看要做菜 還是想要點外面的東西 對 妳要吃什麼 會不會特別想吃什麼 就還真的點糖素排骨 對 還什麼糖素排骨 要哪一家的什麼之類的 他就這樣講 然後後來這裡也太白目了吧 還指指哪一家 應該是都可以 對... 都可以 都好的話應該就也是可以 但是他總是會有一些毛病 可以挑 可能例如就是說 什麼對方可能年紀太大啊 或是很龜毛啊 然後或者是可能年紀太小 然後沒有什麼經濟能力之類 方面的事情 就跟小柳的媽媽有點像 對... 對 然後我就覺得 我好不容易就是想說 要跟你分享開心的事情 你又潑我冷睡 對 然後 還是會叫你生小孩 因為我媽其實已經快七十歲了 你媽保養得太好了 我媽媽七十歲了 然後他就說他想要 趕快有一個孫子 抱墳子 對 然後我就說我現在工作 可能沒有辦法 他說我們等一下你就抱個 你就去借金啊 借什麼 叫我去借金耶 對 沒有男朋友跟老公沒關係 但你趕快生小孩 他希望我趕快生小孩 他希望我趕快生小孩 就算你借的是孫生的也OK 會不會長得也像 我跟妳家很像 太像 妳跟孫子很長耶 很像耶 很棒耶 OK 我跟你講 你差不多都會完囉 要讓阿姨講囉 來 阿姨口罩可以拖下來 對啦 因為我是處女座嘛 就要求完美 不是古墨喔 所以要求完美 OK好 我教了他二十幾年擠牙膏啊 他還是不會擠 他是空中間擠 你這牙膏有那麼重要嗎 強迫症啊 就一定要從底下開始擠是不是 對 然後要乾乾淨淨的 那你為什麼一直偷拆人家包裹啊 對 這個我一定要講一下 因為他很忙嘛 他真的很乖 他就想 因為我年紀這麼大了 他因為我們叫做公寓嘛 爬樓梯 他想說 背樓梯 我很辛苦啊 就想買個那個 有電梯的給我 工作接很多 什麼工作都接啦 回來不是都很累嗎 包裹一堆就是 包裹都包得密密麻麻的 那個很緊啊 那個膠帶啊 要拿照片割啊 對啊 我想好意思說 我幫妳割 然後我有跟妳講說 他回來的時候我有跟妳講 今天誰寄來的... 誰寄來的 他就太累了 呼應我啊 等到哪一天 他真的要拍那個 廣告月片的時候 媽媽妳幹嘛幫我 幫我開 所以媽媽有跟你講 之前自己沒聽的啊 太累了 要再等我精神好一點 好啦 所以說來說去 也就是互相擔心啊 對啦 其實是啦 趕快跟媽媽講一下 一些貼心話 沒有啦 其實我很感謝媽媽 因為其實媽媽神經開刀 她不能吹冷氣 然後今天是 就是我一直求她說 可不可以陪我上節目 真的嗎 對 因為她吹冷氣她太... 所以我一定要用一個眼睛 眼睛壓著神經 她是三大神經把我開壞掉了 對 然後我就說 你最愛的小S啊 那有不講 我不可以不開了 今天就是為了來看小S啊 真的... 我媽也是 好感人喔 真的喔 那這樣也有不公平 對 因為什麼是我們獅子隊 獅子裡面的會長 獅子會的 對... 對 很好 你跟我媽是同一個那個 同一個區域的 之前是我們是同一個隊 然後現在是同一個區域 我媽會不會很囂張平常 她在那個獅子會 大家都很敬愛她 真的喔 真的 做人很好 我媽也很不演戲 你跟她講話 真的做公益啦 對啦 我媽說這個獅子會很棒 都一起做公益 對 然後妳兩個人抱一抱... 媽媽今天那麼辛苦 我們都不知道 不好意思 媽媽 感人 為了女兒其實 真的 不好意思兩位媽媽 不舒服 來 新美好好講 我媽 我覺得妳還有什麼話好講啊 對啊 因為其實感人 妳媽把妳生出來就是 妳要感謝她 直接 我說真的 我媽我真的很謝謝她 我覺得她把我生得很... 很健康 然後就是也長得也是 可可愛愛這樣子 然後這話... 奇奇怪怪的 這話是誰跟你講的 我自己這麼覺得 我先講 感情是大家都有 然後我媽也不例外 基本上呢 我有對象也嫌 沒對象她也要嫌 妳媽感覺不太會刁難人啊 我媽的條件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媽她年輕的時候 一個人養三個女生 就我們三姐妹 所以她真的 唯一最看重的就是經濟條件 就不管是我 或者是我妹妹 我們家的小孩 只要跟她說有對象 她第一件事都是先問 在做什麼 每次我就跟她講說 其實真的 妳不用管那麼多 只要我們開心就好 然後她一直很怕我 老了沒有辦 有三件事情 是讓我最嚇的 就是 她來台北 我有帶她去跟 我的一些長輩們吃飯 然後呢 吃飯的時候在過程當中 她可能各行各業的 老大哥 她就會說 你們在場的各位 如果有單身的 比較條件比較好的男生 在介紹給我們心妹喔 她就已經在台北 我朋友的局這樣講了 幫妳相親了 對 然後我彰化的同學 他們可能家裡 是在開店的嘛 就是說 妳最近在找對象 我說妳怎麼會這樣問 她說沒有啊 妳媽媽來光顧的時候 就是有時候看到認識的 到處幫妳宣傳 對 街坊鄰居都會說 心妹要找 來 心妹要找 要找 心妹要找 心妹 廣告車開過去 來喔 來喔 彰化梁詠祺 以為是選議員 不是選那個 彰化梁詠祺 要找對象 來喔 彰化梁詠祺 她講彰化梁詠祺 我是西洋彩禮 妳們就生氣 她彰化梁詠祺可以 可以啊 我真的長得像啊 哪裡 然後 妳現在問妳 到底是哪裡吧 妳練特群啊 梁詠祺 然後妳知道 她有一次我手機還響 就是說LINE 那個LINE會說什麼 妳好 請問是 夜小姐 台北夜小姐嗎 台北夜小姐 對 要開罵了 台北夜小姐一定有問題 對 我說 我就要 本來要罵了 她說我是林姐的朋友 我想說 那是我媽耶 然後她就說 因為她把妳的LINE給我 想說我們可以 甚至把妳的LINE給別人 直接把我LINE給出去喔 她是給一個男生 給一個男生 然後那個男生敲我 然後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回 妳知道 妳根本不認識她 也沒看到她長相耶 我只有看照片 我就打槍了 就那個頭貼有沒有 我知道 對 然後我就還是會 還是會說 妳好妳好 就會客客氣氣的鬼 所以林姐也可能 把妳的LINE給了很多人 她應該是 張話很多人都收到了 然後妳知道 我到現在 妳如果叫我LINE 就知道 我的LINE的頭貼 是一個卡通人物 就是因為有太多一些奇怪 我的LINE我是 對 她是一個卡通 我LINE不是用我的名字 然後也不是用我的照片 這件事情就是 她很多事情 就不太在乎我的感受 就是譬如說 我台北的房子裝潢好 我們家是簡約風 就我本身就是 比較工業風 然後這木地板就灰的白的 她可能一來就說 妹妹啊 妳這個管線怎麼露出來 我說沒有 這是工業風 工業風 這把我垮 這把我垮 工業風喔 她給我加一個蕾絲的門簾 就硬給我插上去 你知道 可是妳也很不適合工業風耶 這好痛喔 沒有 我就是 沒有 預算的問題 因為 我家 我就是預算的問題 都打掉 沒有錢再爬 不高了啦 對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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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一個工業風什麼 預算啦 預算的問題啦 台北是找不到四合院 然後她還給我 台北如果住四合院 很有錢 對 她就給我加雷斯的上去喔 她都這樣 然後尤其是 她那一陣子 就是我們都有手機那個 距離APP 社交距離APP 有一次突然想 他們就懷疑一次 我有跟確診者足跡重點 就是可能時間有double到 然後我就想說 OK 那我這幾天 我就都在家好了 結果她來說 妹妹啊 媽媽 媽媽從彰化帶那個 很好吃的酥餅 來...這個你吃 這兩盒你吃 這一盒給你哪個朋友 然後這一盒給你上次 那個很照顧我的大哥 然後這一盒給誰 這一盒他都分好了 然後我說 媽 我跟你說 我現在因為有這個狀況 我沒有辦法這樣送 我跟你說這個 只能放兩天喔 你要趕快送喔 你趕快送不然會換 聽不進去 我沒聽到 我說媽 我跟你講 這個我最近真的是 我還給他看那個社交APP 比如說媽 我真的不方便 而且人家那種老大哥 都是有年紀 人家也會怕 那你叫你那個 哪一個年輕的朋友 來幫你送 這個真的 一直要我送 他這點就是 兩天會破期啦 一定要送 對 然後還有他說 他出去哪裡玩 哪裡的鳳梨很好吃 要寄一箱給我 然後就叫我 再寄一箱給誰 再寄一箱給誰 他接連著總共寄了 三箱鳳梨吧 你知道一箱鳳梨有八顆 三箱鳳梨在一樓警衛 警衛一直打電話叫我上去 叫我領上去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自己一直 就妳把鳳梨自己拿回家裡面 對 他只要 其實他很熱心 他看到什麼好的 他就會到處送 可是他也沒有考量到說 我那時候的狀態其實 而且最近疫情 真的不太方便 就不要出門就對了 對啊 但就是 等一下 所以媽媽就是過度熱情了 對啦 謝謝 OK 好 媽媽現在可以來發表你的意見 我先講他送東西的這部分 他沒有跟我說他不能送 我說妳可以叫妳朋友來拿 他說我朋友不一定有時間 我說如果妳不送 妳要跟我講妳不送啊 妳明天要去錄那個節目 妳可以拿去給工作人員吃啊 他好像很不高興啦 因為很不高興 我心裡想 可是因為他說他那時候是 居隔 他沒有說他要隔離 他只是說 他只是說他有接到 可是他沒有跟那個確診 有重疊過 沒有接觸過 妳要跟我講說 我不能去送 他沒有講 他說我不想出去 我說我不能出去 妳說妳不想出去 我就說我現在不能 慘了 要打架了 龍龍在 在那裡叫龍龍的 做精靈 妳給妳拿 不是 因為不想去 不想出去跟不能出去差很多 是 妳可以 我意思是說 我沒有被過 好 對啊 麻煩你自己的遊戲規則 好 我差點都忘記了 我說我最愛 妳沒有 妳沒有了 我的意思是說 妳不能送的話 妳要跟我講不能送 對 妳不能去送 說那個買東西 說廁所就好了 妳知道他買一個那個 廁所那個垃圾桶 比這個還大一點點 你說那個花瓶嗎 花瓶嗎 對 還大一點點 差不多妳去那個化妝室三次 那個就滿了 那那個垃圾桶 還要用手一直壓 一直壓 廁所的那個垃圾桶 怎麼用手一直壓 很髒 我就再幫他買一個 買一個大一點的人 她也不高興 妳花錢 我花錢又沒辦法 可以 在夾他 對 好 你不可以講話 妳都叫我不講 妳自己講 妳講 可是因為那是他家裡 應該要先問他 喜歡什麼尺寸 他就是沒有當過家庭主婦 什麼都不會 我都 我大概幫他買 我幫他買 我花錢他又不高興了 他不高興我心裡也會不高興 只是我沒有講出來而已 妳都憋住 妳說妳的感受 妳也 妳覺得體育我的感受 好... 好... 我覺得媽媽思緒很清晰耶 她很年齡什麼 她都很知道 都是有邏輯有原因的 對 我會分析給她們聽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不好的 好 那現在有沒有 好聽話可以講 媽媽我真的很愛妳 妳對我很重要 然後我很謝謝妳 知道我很辛苦 不會給我壓力 然後也很怕成為我的負擔 然後我知道妳 一直是我背後 哪一個默默的資助 賴... 好感人喔 妳說妳真的是母女 就是吵的時候 會恨對方 是 可是又超級愛... 因為妳知道世界上 最愛妳的人就是媽媽 真的就是媽媽了 所以真的不要等到以後 媽媽年紀大了或生病 妳才在那邊遺憾說 我年輕的時候怎麼那麼叛逆 從此刻開始 就要好好的對待媽媽 聽到了沒許好三次 原來是有... 原來是有對象的 因為我也是當媽媽的人 要跟媽媽說我愛妳 OK OK 用行動... 快來訂閱小姐不吸地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